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设定我们的Message API 也就是一般俗称的LiteBot 那要建立一个LiteBot的方法 你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资讯卡 来看看我们之前是如何建立一个LiteBot 那进来之后呢 我们把卷动作往下卷 到了中间这部分 Message Setting 第一个我们要把Channel Access Token建立起来 这个是写程式所需要的 我们按一下右边的issue 再按一下蓝色的按钮 这一串数字我们之后会使用到 再往下卷一点 AllowBot to join group chat 这个是允许机器人去加入群组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要把它跟LiteNotify一起加到群组里 所以我点选右边的setMessage 它会跳出一个新的页签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聊天里面的接受邀请加入群组或多人聊天室 点下去 按下变更 回到前面这个页签 我们再往下卷 自动回复讯息跟加入时的欢迎讯息 一开始我都会习惯把它关掉 那之后我有需求的话 我再把它打开来 所以我一样按下右边的setMessage 然后把加入好友的欢迎讯息停用 也把自动回应讯息停用 再来 我们一样回到前面这个页签 再往下卷 我可以找到这一个机器人的ID 我把它复制起来 因为我接下来 要把它加到群组里面 那我现在呢 先把这个机器人加成我的好朋友 我去搜寻好友里面 搜寻刚刚我们所复制的那个ID 找到它之后 加入好友 那接下来呢 我再把它加到一个群组之内 我建立一个群组 给这个群组取个名字 然后呢 把我刚刚加进来的这个机器人 一起加到这个群组里面 我们来看看 好 它已经加进来了 那到这里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步 跟机器人有关的设定